我们先连线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 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炳颖医生 请他从医学的角度来评论一下 中国专家钟南山有关新冠病毒 源头规定在中国的说法 李医生您好 你好 我想就是请您短短的跟我们评论一下 您觉得钟南山先生的这个说法有没有说服力 我想那个是不可信的 因为从第一点来看 我们武汉肺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都是跟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虽然它不是百分之百有关 可是绝大部分是有关 如果它原地不是武汉的话 那个就不能解释说 为什么大家都是跟海鲜市场有地缘的关系 第二个 如果它是在其他国家出来 比如说它是从美国出来的一个病毒的话 那么一开始的病例 应该就会有美国理由此 可是我们从一开始大陆各地的病例都是武汉旅物史 而大陆以外其他国家的病例也都是中国旅物史或武汉旅物史 那从这个旅物史的一个聚集现象来看 它写定就是从中国出来的 那第三个 就从地缘关系来看 如果它是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发言的话 那么它的邻近国家一定是第一个受害 那我们没有看到南美洲或者是北美洲 有其他国家因为美国的发言地而受害 那我们看到的那个病毒的聚集地方 就是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 很明显的就是围绕着中国大陆 所以这表示说 这个病毒一定是从中国大陆跑出来的 那没有理由说是怀疑美国出来的 那美国虽然说它流感动症的病人很多 很多人怀疑说里面是不是参照了 武汉肺炎的病毒在里面 但是这只是推测 而且它事实上是有可能 可是流感动症的病例很多是一个事实 那白宫的顾问曾经几次 曾经讲过 那个中国的政府必须对这个 病毒的起源做交代 这句话我觉得很奇怪 这表示说美国的情报 可能有一些讯息 显示说这个病毒的来源是怎么样 所以它这种 有点像指控性的一个质疑 那我想那个东南山的这种讲法 可能是在反驳 或者是说让他自己的嫌疑 把它比较消弥化 然后让大家转移注意力而已 好的 感谢台大感染科组织医师 李宾颖医生来分享